Zither Harp 花香洒落在每一个街角 才发现原来是你的味道 我的心蓬蓬的小路乱掉 我听见爱情的讯号 看着你露出害羞的微笑 我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妙 因为你每一天都不单丢 拥有忘不掉 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到最后 告诉你有你就足够 我会在你的身边 等待着你的发现 穿过着重重 无意的认识坚毅 说不出再见 我会在你的身边 无论是什么今天 无论是天也八天 你的可爱都会多一点 我会在你的身边 你知道我喜欢谁吗 谁 谁啊 太阳 我也喜欢太阳 谁不喜欢太阳啊 对 每个人都喜欢太阳 太阳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它的温度 可是月亮就不行 所以太阳根本就理解不了月亮 可是月亮它本来就不会发光 还坑坑话话的 它总是在没有人的夜晚孤独出现 月亮也不想这样 那 月亮想怎么样 当夜想挂得很高 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得出它是黑热乎的 这是我冲的太阳的那一面 才有那么一点 魏总 魏总 我扶你回去睡觉吧还是 这么重的跟多猪一样 嗯 你最好还是忘了我说的话吧 都是醉话 哎呀 别不好意思啊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 还可以找我喝酒 你自己憋的心里多难受啊 别忘了啊 你又不是一个人 行行啊 其实 你不是说过吗 咱俩就是好兄弟 好姐妹 咱俩那天结拜酒不都喝了吗 结拜酒 哦 对啊 一生兄弟大过天 咱俩以后 那就是过命的交情了 兄弟 哎 你干嘛去啊 晨跑上班 哦 你确定 昨天晚上 我只说了这些 还有 比如说 你说你小时候 穿上个床单 你就以为自己是超人了 结果跑出去就被人给揍了 还有 你偷偷拿了你爸五十块钱 你本来以为少花点就能不被发现 然后你就花了两块 剩下四十八块全放回去了 这些都不用提了 哦 别的 没了 你差不多把你二十五年的人生 经历都告诉我了 还有什么 是没什么 记得保密 放心吧卫哥 我肯定会给你保密的 这么叫不对吗 卫兰 算了我还是叫你卫总吧 叫我 明泽 乖乖睡吧 乖乖睡吧 你要想 你也会睡觉 跟着我 那你正好 我睡觉 你又睡觉 我睡觉 所以说 你是我的睡觉 这次事件我决定清发散散 调出他背后的大员 这次事件念在责任人并非主观议员 采取公司内部处理 总裁办员工蔡蔡 扣出全年奖金 全公司邮箱通报批评 杨总监 汇报一下QW1近三期的财务情况 好的 QW1近三期财务状况如下 安总 这个就是接下来将要断工的药 润事还不知道这一点 配合你们家落做局的俄罗斯人 明天早上就到了 能不能让蔚兰上这个当 就看你们的了 为什么找我们合作 您不想让润事做大 我不想让蔚兰期许当董事长 所以我们合作 我对于双方来说 是双赢 合作愉快 安总 安总 正如您所料 这是携带人员抗体基因的实验书 是 报告上说 它已经产生腹腔基液 是一支肝癌原胃移植瘤模型 这么说 润事集团研制的新一代抗癌药 已经进入到动物试验的阶段了 是 胃宝丰啊 胃宝丰 这么多年呐 你终究还是压我一头啊 以现在的阶段 到药品进入人体临床 少说也要一年吧 那我倒要看看 姓魏的这个小崽子带领的润事 能不能活过这一年 黄特助 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 魏总 这不太好吧 怎么了 我是过来工作的 又不是来这儿养生的 您跟我不只点新任务吧 什么都行 你不是正在保护我吗 公司里很安全啊 那你就盯紧我 只要保证没有人和生物可以靠久 包括蚊子 蚊子 魏总 我听说 瑞士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要扩大西部销售网络 我帮你做份评估表吧 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吗 当然了 我喜欢挑战 你每天让我坐在那儿看着你 我会长小蘑菇的 这是你全部的工作了 这么多 这些都是魏总平时自己要看的吗 他看的比这儿还多呢 你没发现公司没有令社总经理吗 那是因为公司上岛发展规划重大决策 下岛人事任免财务核算 都是魏总一个人在抓 小魏总的大脑 他就是一百二十八核高速多县城处理器 好 那我也要加油了 加油 走 小魏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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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香洒落在每一个街角 才发现原来是你的味道 我的心蓬蓬的小路乱跳 我听着爱情的讯号 看着你露出害羞的微笑 我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妙 因为你每一天都不担忧 永远忘不掉 我想牵着你的手 自投鼓齿的家伙 一会儿能做 今天一定要能做啊 我会在你的身边 等待着你的发现 穿过着重重 无意的 任世建议 说不出再见 我会在你的身边 无论是什么季节 无论是一夜八天 你的可爱都会多一遍 我会在你的身边 无论是什么季节 无论是一夜八天 你的可爱都会多一遍 哦哦哦哦 啊 我一遍 表哥还没做完呢 做完了 顺秘书 把合作方说的所有的话 录制到各个部门 好的 魏总 魏总 美西 你们怎么还没回去啊 接待了合作方 所以晚了一些 您那个表格怎么样了 魏总 我本来以为挺简单的 结果一下我就做了一半 不过还好有人替我做完了 谢谢你 美西 还有你的热巧克力 你之前所有的做法 都只能当万年备胎 备胎 像你这种在姑娘背后 默默地帮她做事的方法 根本就行不通 你要学会利用你的优势 什么意思 蝙蝠侠 钢铁侠 绿剑侠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都是超级英雄 他们都非常有钱 有钱 这才是你的优势 霸道总裁施爱第一步 豪华晚餐 三 二 一 卫总 你在这儿干嘛呢 这位小姐 今天晚上可以与我共进晚餐吗 晚餐 是你这种酱质减肥的人 有资格吃的吗 劳逸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而且咱们去吃的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健身材 不会影响我减肥的道路 怎么样 行刑教练 那好吧 但是 明天加练一小时 他们去哪儿了 等等 为什么是你来开车 明明是应该我来开车 前面停车 咱俩晃晃 晃什么晃 麻烦 总让你一个女孩子受苦受累 我心里归不去 我要向你展示一下 我的身是风度 早上三十个杠铃深蹲 六十个保佳利亚减蹲蹲 蹲完之后 看来你的腿一点事都没有了 既然这样的话 明天加练 那个 我突然觉得我的腿很疼 还是你来开吧 魏先生您好 您的预定准备好了 请二位跟我来 晓晓 你胳膊怎么了 脱臼了吗 脱臼了吗 没有 你身体不舒服 我扶你走吧 没事 我很好 走吧 晓晓 请坐 请坐 先生您预定的我们店的情侣套餐 请问还需要加点什么吗 为什么是情侣套餐啊 你别误会了 他们这里呢只有这个 没有其他可以点 先生您说这话就不公平了 我们店套餐种类多不多 您还不清楚啊 不是您非要点这个 你们先去吧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有什么事情我在叫您啊 嗯 等一下吃完饭 我们一起去隔壁的商场逛一个 怎么样 你要买东西啊 不 是给你买 不用 我从小就不爱逛商场 一逛我就犯困 霸道总裁示爱第二步 昂贵礼物 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收的 那你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不就完了吗 比如 比如 你带他去吃饭 然后故意弄脏他的衣服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帮他买一套新的 然后再买个包 买个首饰什么的 说得也是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会И一套的 开心 那个 封锁 确定没有脱臼或者拉伤 没有 那我最近是不是做什么事得罪你了 没有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那你干嘛故意把财往我身上甩啊 别想骗我啊 我早就看出来你的小伎俩了 真能看出来就好了 我是想考验一下你 刚好你现在不是负责保护我的安全吗 而且 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肯定 是吗 你别多想啊 好累啊 我的心真的好累啊 别人的约会都是这样吗 诡异 太诡异了 他今晚的反应处处不对劲 又在看我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好吧 我先开口吧 晓晓 我 闻 等等 时机还没到啊 你 你 冷不冷呀 不冷是吧 我也不冷 我也挺热的 八道总裁施爱第三母 浪漫惊喜 排场一定要够大 一定要符合你魏总拙而不群的气势 比如 放烟花 走了这么久口渴了吧 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买一袋吧 那边准备怎么样 慢着啊 快点 快快快 他怎么说话前也不太后语的 完全没有逻辑啊 自媚妻 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吗 我才没有鬼鬼祟祟的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跟踪我 这边抓的是什么 我在给魏总执行任务 魏蓝约欣欣出去 又让你蹲在这儿 他要干吗 也不是做什么坏事 就放个烟花而已 烟花 我告诉你 这就是油腻的老男人 骗小女孩的套路 欣欣姐那么单纯 万一被魏蓝骗走了 你可不能助纣为女 魏总才二十四岁 算什么油腻老男人 来 去 去 我 去去去去 霸道总在 室爱最后一步 老奶搞白 谢谢你了 老 medication 老 medication 不好 不是 等等等等 你记住 一定要等到烟花升空的那一刻 再把玫瑰花 慢慢地碰到她的面前 时机 时机 懂吗 有你真好 成败 再次一举 再次一举 你 你放手 你先放手 你先放手 我再放手 你不放手我怎么放手 玫瑰 让你放手你不放手 活该 抓住头 抓住头 站住 忘了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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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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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动物羊捧在手心里温柔呵护 也会尊重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愿意陪她并肩作战 最重要的就是 用真心对待她 接受彼此最真实的一面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说得头头实到 不愧是恋爱军师孙美希 那当然 蔚兰 你怎么去了一趟公安局这么开心 我当然开心了 因为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这是今天施主佳吉给我做的 特地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小偷我倒是抓过不上 但获得锦旗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这就是你指的 特殊的一眼 是啊 感动 收起来 回家表起来 你怎么了 我是想说 除了锦旗 你觉得 我们 你 你的手怎么了 刚刚追小偷的时候应该是不小心擦伤了 没什么事 都流血了还说没事 这 我在这儿等我 别乱跑 对了 那个手环 怎么样 好看吧 这可是我最心爱的幸运手环 星星送给我的 要把送给你 让你转转晕 不用 星星姐送给你的 就是你的了 我是想把我的好运气传给你 都要算了 不是 既然你喜欢他你就留着他 希望他能保佑你 对了 对了 这烟花怎么办 怎么办 我问卫总 对啊 卫总他精心准备的告白计划失败了 那他现在起不在气头上 我可不能往枪火上撞 你现在给他他还不会要 不如 把他给点了 点了 疼吗 你肯定跑了很远吧 附近的药店都关门了 两条街外 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 你这伤口要不及时处理吗 发炎了怎么办 我又没有那么娇气 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这种小伤都是常事 我也习惯了 一懒得管它 我又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这太夸张了吧 我关心你这很夸张吗 也不是 就是 只有我爸才对我这么好 再也没有别人这么关注我了 那现在你有了 你说什么 其实我也一样 除了自己 从来不会去过分关注其他人 所以我也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 所以 总会去说一些蠢话 和做一些蠢的事情 我以前 认为我自己是个高智商 绝对理性 甚至还 足够不尽人情 可事实证明 我并不了解自己 我并不了解自己 我妈去世得早 我和我爸的关系 就更不用说了 我没有兄弟姐妹 甚至连宠物都没有养过 我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朵美丽的鲜花 我很想去保护她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只好把它摘了下来 放进我的口袋里 可回到家以后 那朵花就死了 我当时很难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连表达感情都不会 后来直到我遇到了你 洪先生 你真的很奇怪 你是我见到所有人里面 最奇怪的人 哪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见到坏人 就会奋不顾身地跑过去 受了伤之后 明明自己也很脆 可是不觉得倒 你真的很奇怪 好了 我给你消完毒了 现在给你去买双卡帖 蔚蓝 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对吗 对 你说你喜欢太阳 我就是太阳 这是表白 对吗 对 那天你送我到我家门口 那天你送我到我家门口 关门的时候 你说的应该是你喜欢我 对吗 对 送我爸的那个一支 其实不是公司的福利 而是你在表白 对吗 对 在健身房里 请我的应该不是瑜伽球 是你 对吗 对 蔚蓝 我答应你 我 穷江峡 你能 再说一遍吗 我说 我答应做你女朋友 我不想假装 我很坚强 你给的星光 照亮我的方向 紧紧握的期望 我会陪你一起走 成功 郭总 你 我 我 郭总 郭总 你抢我台词 谁说的 谁先抢到算谁的 那不行 我亏啊 我要不要来 晚了 过时不后 郭先生 走走走 怎么了 找我有事 二十五年了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了 说说我们一起分担 我 我 脱单了 你脱单了 嘘 低调 低调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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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 你和魏总的事是真的吗 嘘 低调低调 可以啊 星星 我们云之上的小魏总 终于被你收囊中了 我最好的朋友得到了幸福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那我以后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什么 你以后就是润尸的少奶奶 而我就是少奶奶头号闺蜜 二人之下 二人之上 以后再也没有人感激我迟到了 我们一进公司 所有人都要列队欢迎 嗯 在公司我还是他助理 什么 你是说 以后你还要帮他打打工作 甚至 遇到危险还得帮他挡刀 嗯 那我二人之下 我二人之上这是 这个你就别想了 我们暂时不想公开 为什么呀 对啊 为什么呀 工作和生活中不能毁为一坛 是我的原则 我和星星默认决定 在公司保密恋爱关系 一个男人 能给一个女人最大的安全感 就是用事实让他放心 这个事实指的就是你 要把恋爱关系公之于众 给他一个名分 星星 你真的这么狠心 不打算给他个名分 名分 什么名分啊 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呀 我总觉得 魏总嘴上虽然说不公开 但是他心里是相反的 会吗 名分什么的 都是留于表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选择 一直不把恋爱关系公开的话 别的男人就可以随时追求红星星 你还没法管 谁敢抢我的女人 你听就敢啊 星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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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 共同成长 追求灵魂层面上的生活 这才是 真正的爱情 像什么 吃醋啊 嫉妒啊 都太複加了 再说 像我这么完美的男人 我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呢 我特别欣赏您这种 毫无道理的自信 名分是吧 我现在找他要个名分去 把刀 把刀 黄浇浇 我帮你 不用了 我帮你 不许去救我 不行 让你拿不合适 黄浇浇 跟我走 咱们聊聊 好 我目光望着你背影的方向 看着你心忍不住傻想 看着你傻傻笑的模样 痛多着一份倔强 不曾留下一次这般的逞强 三年两鱼掩饰过悲伤 何时能卸下所有伪装 不再重啥遗忘 不会再这样 你陪我走的路 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 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 不想假装 我很坚强 你给的星光 照亮我的方向 静静我的期望 月光一次次去亮 日跌撞撞 人海满满 你在我身旁 就不害怕风浪 就不害怕风浪 也许夜晚寒暢 我会陪你 记得 蜷狂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打赞 изуч订阅 订阅 还订阅 感谢观看